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现代人吃得多运动少,而且很多人爱喝酒 肚子都是越来越大 那这些脂肪不仅会长在我们的肚皮上 它们也会堆积到肝脏中,造成脂肪肝的问题 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查出了脂肪肝 有的是轻度,有的是中度 有的人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很多人都有的小毛病 但是有的人则是通过坚持运动,减掉了自己的大肚子 逆转了脂肪肝的问题 那脂肪肝如果长期发展,是有可能演变为脂肪性肝炎的 甚至是肝硬化,最终可能还会发展成肝癌 所以一旦查出了脂肪肝,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 都一定要及时调理 平常很多人会选择走路来作为日常锻炼减肥的一种方式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加上一个小动作 让我们调理脂肪肝的效果翻倍 就是边走边敲打我们的七门穴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小动作 我们先来找一下七门穴的位置 七门穴啊,它是双穴位于我们的腹部 它属于肝精,是肝精的木穴 而且也是肝精的最后一个穴位 我们在找七门穴的时候呢,可以站立 它在腹部我们乳头的正下方 位于我们第六和第七肋骨之间的这个内间隙上 那非常的好找 找到之后,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配合扣肌,敲打七门穴就可以了 双手握空心拳,轻轻的敲打七门穴 力度不用太大,速度呢也不用过快 可以配合着自己走路的节奏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配合的节奏 可以把七门穴上下都敲打一下 一直往下敲打到代脉,也就是肚脐的这个水平线上 跟肚脐齐平的这条线 轻轻的从上往下慢慢的敲打 也可以双手呈空心掌,轻轻的拍打 这个力度不要过大,因为它位于我们的腹部 你拍的力度太大的话会引起胃部的不适 轻轻的拍打让自己感觉到有震动感 但是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了 一边走一边慢慢的拍打 每天晚上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 或者是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 一边走路一边拍打,连续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七门穴可以消融多余的脂肪 尤其是包裹在肝脏上面的打肤唇 七门穴也是位于我们肝脏的区域 所以说经常的去按揉或者是疏通或者是爱揪七门穴 都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起到预防调理脂肪肝的作用 而且呢七门穴它还是一个排肝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我们都知道呢肝脏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解毒 那七门穴就起到了增强肝脏解毒功能的这样一个作用 而且呢还有一个它被称为是气顺穴 那很多人呢平常这个心情不好 压力很大觉得闷闷不乐的 那么这都是我们肝气生发受阻 肝气不能疏泻所导致的 所以呢我们去敲打七门穴或者是暗揉七门穴 都能够起到这种肾气的作用 能够让心情啊变得慢慢的舒畅起来 虽然胖人发生脂肪肝的几率更高 但是呢脂肪肝并不是只会发生在胖人身上 平常呢有一些瘦的人但是他爱喝酒 或者呢是减肥不当的人 还有一些长期挑食偏食营养不良的人 这些人群呢都是有可能换上脂肪肝的 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得了脂肪肝就一点肉都不能吃 或者说要一定去着急的节食减肥 这样做呢可能不仅不能解决脂肪肝的问题 还可能造成身体的其他损伤 所以呢我们最关键的就是饮食要健康 营养要均衡再搭配上我们坚持锻炼 才能够逆转脂肪肝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给我点赞和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